您現在收看的是 八升電視台 什麼叫文化創業呢? 它不是一般的產業 必須要有創意跟文化的積累 那從剛剛講的這樣 文創更簡單來講 什麼是文化? 文化是一種生活形態跟價值觀 那麼設計 它透過設計 我們剛剛講文化是一個內涵 產業是一個要創造產值 創意是一種用一種工具 也許用創意行銷的工具 或者用一種媒體等等 那設計也是一種創意的工具 它提供一種生活的品味 那創意透過這種感動後 讓聽眾、悅者、悅眾 還有消費者有一種經由感動後 產生一種認同 那麼產業就是實現這些文化設計 創意的一種連接跟方法 所以文化創意簡單來說 就是說文化透過創意 經由產業實現的一種生活品味 或生活形態 那我想今天發生如果要走設計 其實它可能還有一個歷程 可是我覺得它今天可以賣的是一種生活 它是賣這樣的一個生活形態 賣的是一種華人在發生 這一塊土地裡頭的 這些歷史的脈絡這些成長 那是一個特殊的氛圍 那所以其實我想 我們可以去找出這個地方 它對於像我們這樣的外來者 有什麼樣的魅力 這個在地的文化援助 飲食文化等等 它有什麼樣的魅力 它有什麼樣的魅力 台灣現在非常多的社區 它因為一個產業 譬如說桃園那個觀音那個地方 在發展蓮花 台南白河的蓮花 然後宜蘭的白米社區做木基 然後三億的木雕 然後鹿港的工藝木雕等等 它一個社區因為一樣的產業 然後整個的結合起來之後 整個社區一個有趣的文化發展 那在地的居民也都帶來的非常大 尤其到假日的時候 這些地方這些社區 都整個活化起來 不是少數幾個人 因為整個社區做起來的時候 不用靠政府 政府出幾次福島給一些補助金 可是要長幾千里不能夠靠政府 要靠的是在這一塊土地的人民 他們有自覺的覺得這一塊土地 然後大家都好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好起來 我今天也提到說 目前巴生有好多都已經開始 好像變成夕陽工業 即使沒有所謂的夕陽工業 只有夕陽的做法 就是你如果融入了創新 其實它就會有一些的改變 那這裡需要的這個是 產業要轉型的時候的這個老闆 他有沒有勇於重新的去定位他的體制 那我去看到巴生 他其實有這麼好的 有一些自然的景觀 有一些歷史的文物 怎麼樣去做一種 譬如說透過閒置空間來做一個 巴山港的這個發展的文物館 或者是藉由海洋資源來做漁獲觀光工廠 或者是利用海岸景觀去發展優質的民宿 那我想這邊已經做了非常多 有關肉骨茶的一個部分 那有沒有可能再怎麼樣的去 去讓他從有一個只是一個短期的活動 可以變成長期的讓所有更多的人來參與 所以第一屆第二屆持續的辦下去 那可以考慮地方產業國務館 其實我也有在思考 就說那個今天問的陳老師說 那個創意加年華的那個豆腐茶 那個大碗工現在要擺在哪 那有沒有可能 既然如果還有閒置空間 有沒有可能有一個閒置空間 就變成一個文物館 那那個大碗工 那個金氏紀錄大碗工就擺在那邊 然後可能這幾家當時 這幾個代表性的業者 有沒有可能在那邊設一個小小的攤 然後定期的辦一些文化表演活動 然後除了靜態的展示之外 有沒有可能還有一些宋派的定期的活動 他如果有一個文物館在那個地方 他其實是可以活化起來的 那我其實也覺得這麼多的歷史建築 他有怎麼樣的去讓他這些歷史的空間 怎麼樣去活化他 我想這個也是陳老師可能正在努力做的部分 讓他活化在那邊 而不只是一個建築物在那個地方 今天拉拉雜雜也很容長的講講 我想透過老師的努力 多了更多的在地民眾的參與 文化創意絕對會讓世界看見大聲 那今天是我們的參考上節目 謝謝